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各位知道嗎 過去呢 其實她本人 就是她的本名叫吳文靜 她的奶奶很有名是因為呢 只要是忠孝東路四段茶間那一帶 幾乎是她家的房子 所以她的奶奶叫做東區吳媽媽 所以她奶奶是東區吳媽媽 好多 那她在東區可以橫著走 橫著走 露到人不用火死亂你知道嗎 包豬婆 那安苡萱在東區也有很多房地產 各位 安苡萱過去因為在大陸拍戲 她曾經一年光是拍戲 加上她在台北投資的房地產 她一年的收入是兩億新台幣 她自己就很有錢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是外界一直傳說 她的爸爸是黑道 其實她的爸爸不是黑道了 她的爸爸本身開一個 很厲害的保全公司 各位知道保全公司呢 基本上黑白兩道的人脈 都要非常非常好 安苡萱過去拍戲的時候 被這個流浪漢騷擾 爸爸一出手 流浪漢都不知道去哪了 那還有一個說法是當時呢 吳宗憲憲哥有一個酒駕的問題 也是這個安苡萱爸爸出手幫忙 當然憲哥是不承認 可是安苡萱爸爸 在整個娛樂圈的知名度也非常高 那他嫁給陳榮煉之後 你知道陳榮煉多寵他嗎 他生下小孩之後 陳榮煉是送他 一口氣送四棟房子 幾十億耶 就送給他耶 所以非常寵愛他 那這次出這個事情 大家很驚訝就是 陳榮煉他是福建近江人 他在小學的時候就到澳門去了 然後在澳門還沒有回歸之前 他就已經在賭場工作 剛剛阿冠說疊馬仔對不對 我也是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叫疊馬仔 因為我們不賭的人 原來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仲介 我帶你去讀 然後你要借多少錢 多少籌碼都是我在負責的 我中間就抽水錢 他就這樣建立了他這個德進集團 之後呢各位你知道嗎 他的產業有多大 他在澳門有 他在這個柬埔寨有 其實他在菲律賓也有 他在越南也有賭廳 他的貴賓廳 這個產業非常非常大 而且大家有計算過 他要是跟紀小波 或其他的這些賭博產業 來比起來的話 他是所有的賭博產業裡面 貴賓廳這一行的第一名 所以這一次 他能不能安全下槓很難說 因為聽說就是扯到 這個洗黑錢的事情 特別談到 他在貴賓廳這個行業 就是說他們到各個賭場 去包貴賓廳 那在這個行業呢 他是翹楚 手上有什麼呢 有貴賓廳VIP的名單 而這些VIP呢 可能就是他幫他洗錢的客人 因為有很多中共的高幹 在中國現在要這個名單嗎 那請問 你敢不敢交出這個名單 你交也死 你不交也死 為什麼這樣說呢 各位知道嗎 吳佩慈的男朋友紀小坡 在這個塞班島有一個博華皇宮 花了900億新台幣所蓋的 其實這個博華皇宮 有三次被FBI去突襲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面的水很深 我光講一個人脈你就嚇死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紀小坡其實背後有個金主呢 叫車峰 車峰有個好哥們 也是他拜法兄弟 是誰呢 叫曾偉 你不認識沒關係 他爸爸你應該知道 是曾慶紅 所以曾慶紅 所有的黑錢 都是透過曾偉洗出去的 所以博華皇宮 那曾偉都是透過吳佩慈的男友 紀小坡的賭場洗出去 所以你知道嗎 中國跟美國都嚴重懷疑 博華皇宮的那幾張桌子 洗出去了幾百億美金啊 所以你說 我剛剛講的是名單 他敢不敢交呢